是今天凌晨的时候 台州市天津街发生大火造成一死七伤 更多内容我们要交给子凤 视频主播为您带来最新消息 今天凌晨三点多台中的陈一街 也就是天津街经常一起铁皮屋的 是火造成一死七伤 那么我们看到画面中 其实现在火势已经是扑灭了 那呛伤的民众也被台上搬架来 紧急送一旧 目前我们掌握的最新消息是 这是一栋五楼公寓后方的铁皮屋 突然会传出大火 那公寓内十多名住户逃生 其中七个人是呛伤 送一的那最严重的是 在一楼加盖的铁皮屋内 有一个人死亡 双方队员大概花了半个多小时 扑面火势 那么进到铁皮屋内搜寻 发现了一名男子的交失 根据了解 随着是一位60岁的陈姓宝全 他是一个人独居的 目前起火原因紧销 还在调查当中 而天津街这起一死七伤的火警 稍后我们会有完整报道 那其实台中昨天是非常不平静的 在今天凌晨 今天凌晨不只有天津街大火 在昨天晚上深夜11点 在乌风区的八股路上也经传出 一家170瓶的塑胶加工厂 陷入火海 昨天是无人伤亡 不过住在工厂隔壁半夜 被不对劲的狗惨叫声 惊醒的阳情负责人 一看到自己的心血全都不知已知 现场是无奈到说不出话来 以下是我们的报道 从远处就能看到 大量浓烟直窜天际 深夜熊熊大火一发不可收拾 消防队员赶到现场 拉水线灌旧 进行出动五个分队 13辆消防车 共39名锦衣消人员 就是因为这场大火来的又大又猛 只见消防队员赶紧用切割器 切开铁卷门进行涉水灌旧 就怕火灾扩大国籍无辜 这起大火就发生在8号晚间11点 台中乌峰区八府路 这家占地170平大塑胶加工厂 住在戈壁的阳情负责人 深夜听到勾的惨叫声 出门查看 发现在下午3点就停工换料的工厂 早已陷入火海 工厂复制一句 让老板在一旁看到 无奈又心痛 附近民宅近临火场 不少邻居半夜都被这场大火惊醒 厚焦类它在我们的救灾工作上 它是比较不容易扑灭 所以我们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来降温 火在现场一旁还有一间寺庙 寺庙人员紧急将屋内物品搬离 大火经过三个多小时才完全扑灭 详细轻火原因 厅焦还在调查离青 总经五人伤亡 记者林元斌黄子凤台中报道